假日的时候,小明和朋友去登山 这次的目标是台湾最高峰 小明和朋友们都兴致勃勃 如果可以顺利登峰那就太好了 但爬着爬着,大约在2500公尺左右的位置 小明感到呼吸不是那么顺畅 因为高山的氧气叫稀薄 他心想,如果此时会制造氧气那就好了 其实你也可以制造氧气哦 在受伤的时候,奶奶可能会请你用双氧水滴在伤口上 伤口会开始冒出许多气泡 那些气泡其实就是氧气 不过这些氧气都溢散到空气中了 该想个办法收集起来才行 实验室中,我们仍然会使用双氧水来制备氧气 双氧水在自然情况下就会分解出氧气 但产生的速度太慢了 所以我们会用一些加速的方法 像是使用浓度较高的双氧水 或是加入不影响产物但可以加速反应的催化剂 在制氧的这个实验中,我们会使用二氧化膜作为催化剂 产生氧气的速度会变快哦 那么,要怎么收集氧气呢? 我们可以使用排水集气法收集 装置配备像是这个样子 那排水集气法是利用氧气的什么特质来收集氧气呢? 你还记得吗? 在之前的课程,我们提到氧气难溶于水 因此,产生的氧气不将水排挤出去 瓶子内就会留下氧气咯 不过,氧气无色无味无秀的 要如何判定瓶子内收集到的是氧气啊? 氧气可以帮助物质燃烧 因此,我们可以放入点燃的物体 看看物体是否燃烧得比较剧烈 但实验最重要的还是安全 所以,我们使用燃烧较缓和的线箱来做检验 一放进收集气体的瓶子时 线箱真的燃烧得更剧烈了 瓶内集到的气体是氧气无物 最后提醒一下,实验产生的物质 我们不能保证对人体没有危险 所以绝对不能轻易食用和吸入哦 了解氧气怎么制备 我们来小事伸手一下吧 到了课程的尾声 来做个重点整理 在实验室中 可以使用双氧水来制备氧气 制备出来的氧气 您难溶于水 以排水及气法收集较佳 我们可以用点燃的线箱 来检验制备出来的氧气 如果瓶内式氧气 会帮助点燃的线箱燃烧较剧烈 最后给你个小问题想想 今天我们学习了实验室制备氧气的方法 那医院用的氧气筒 里面的氧气又是如何制备而来的呢 欢迎你去找寻答案 留言在下方给我们 我们下次见